請準備 吳瑋瑩好 院長好 我們今天所有練習的官員 還有我們所有來質詢 認真準備的委員們 大家都辛苦了 當然還有媒體朋友 來POWPOINT準備好嗎 時間已經開始跑了耶 那個主席啊 時間是不是在停 POWPOINT 來 上 好 院長 您曾經說一句話 怎麼會亂成這樣 沒有錯嗎 您的心情就是這樣 心有氣體驗 其實這句話正是 整個台灣社會要問的 怎麼會亂成這樣 中研院作為 台灣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 您自己也說 院士如國士 這是重要的國家名氣 那社會到底期待 一個什麼樣子的中研院長 我今天舉列出來的 我想您都非常的熟悉 這兩位 第一位是我們的第一屆的院長 蔡元培院長 我們都知道他最後的處境 他最後離開的時候身無障物 第二位是我們的胡適院長 他離世的時候只剩下135美元的積蓄 他說只要有高深的學術 只要有良好的品格 這就是一個富有的人生 您都非常同意 今天社會在看翁元長的 引發的這個質疑 其實我要說 不是去期待一個 永遠是窮人 永遠不應該擁有財富 我覺得社會其實也不會這樣認為 何況您過去擁有的巨額的財產 這來自於您個人的科學研究 社會不會苛責 可是您今天引爆的整個事件 對應於前兩任 我們最近媒體一再來做比較的院長 您覺得有沒有輸很大 在品格誠信的這個部分 對於整個台灣社會觀感造成的負面疑慮 兩位前輩在這裡 您覺得是不是差很大 我覺得時代是不同 標價值不同 確實 現在的很多產學合作技術移轉 都是新時代因應來的 我們的法規也在做鬆綁 但是誠信跟品格是最高的原則 對 這個我對得起良心 對得起良心 但是您還是對引爆的社會事件感到歉意 感到抱歉 對 不過我要跟委員強調一點 過去的專業經營院長 不只院長這個職位 都在政府裡頭 譬如說胡適是國大議長 是選總統的這個議長 蔡元培負責教育 所以他們都兼有政府職位 都是終身職 就是國家養他一輩子 而您是任其制 我是任其制 但是即便是任其制 但是社會對於台灣最高學術研究機關的這個領導人的誠信的要求 品格的要求我想您也都認可 我承認 你承認應該重視 對 沒有錯 但是社會也期待 今天的學術領導人要走入社會 能夠帶入更多的 要帶動社會的發展 新時代需求的科學研發我都同意 所以我剛剛說了 社會觀感是重要的 社會台灣的社會不會盲目到認為 要用過去的標準 一個慈世的時候身無賬物 或者是他所有的存折 申報的財產 那個時候還不需要申報財產 一定要非常非常低的一個財產持有 才叫做高品德高道德 我覺得不是這樣 但是社會觀感是重要的 我想您從這個事件當中有很大的學習 好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在3月31號邀請您來立法院被詢 但是您也在第一時間 岳陽電話向馬總統請辭 然後兼具出席了立法院的會議 因此教育文化委員會是同意了一個 通過了一個對您的嚴厲譴責 您今天剛剛也正式道歉過 但我在這裡要追問的問題是 當初您向馬總統的岳陽電話請辭的時候 您提到顯然已經對於立法院沒有在第一時間 可以回來備詢這件事情 顯然有造成可能不尊重國會的疑慮 所以您選擇辭職 今天在這裡我想非常清楚的問 您現在還決定辭職嗎 您決定您的任期後續的角色 應該是怎麼樣來扮演 我想當時的心情是要辭職 所以當下是確定辭職 現在已經回心轉意 現在我回來就是要面對 誠實的面對 所以 所以您會堅守崗位到最後一分鐘 對 好那非常好 那我剛剛也非常感謝 在您一開始報告 您就回應了立法院對您的譴責 您公開致歉 好下一頁 您在這整個事件裡頭 有人說 您是無知 絕對不是無良 您縱使是犯了錯 但也絕對沒有惡意的翻譯 沒有非常嚴重的翻譯 其實我對照您這段時間 您錯的最大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整個危機處理 我想您也說要深切檢討 但是第二個錯誤的事情 您到現在都還沒有口頭來做一個說明 跟澄清 也就是一個中原院院長 日理萬機 在號頂當天解盲當天 您接到了一個 理財員建議您 說可以賣股票 您當下也許出於應付 也許出於怎麼樣 您就決定 好吧賣了十張 這代表您確實是在替您的女兒 在操作股票 請問這樣是不是不適當 請問這樣是不是一個錯誤 請問這樣子的事情您未來還會做嗎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您沒有為這件事情致歉 我想在那個時間點思考不周 您現在還有 您對不起我應該這樣問 以後不會 那之前也代表 剛剛您說明了 女兒的資金沒有問題 是你們用贈餘給她的 對 你女兒不是人頭 可是 你卻替她在炒作 不要講炒作 操作股票 這件事情 確實是不應當嘛 我想 你未來不會 所以也為過去 這樣子的操作事情 應該要致歉啊 因為自始至終 您沒有為 這件事情來致歉 對 這個時間點 去買賣股票 我當然要值錢 因為我沒有想到 不是那個時間點而已 當然那個時間點是不移的 我其他的啊 但是任何時間點 你還有沒有替她在操作 在買賣 有 因為這個 我女兒有授權 完完全全的委任授權給您 那您覺得您是中研院院長 日理萬機 國事繁重 研究發展的事項這麼多 適合繼續扮演這個 替女兒來操作股票的 這樣子的事務嗎 對 她授權是父母啦 不是只有我 所以不是 所以您的夫人也協助她做操作嗎 不是操作啦 就是 買賣 就是幫忙她 就是為了理財的需要嘛 因為她在美國 所以那個時間 時間 是不是不適合 她如果說 真的院長 您真的就是又傻又天真 您知道嗎 我這裡說汪院長的快與慢 您第一時間抗拒回來台灣 第一時間越洋辭職 這件事情做得好快 您在解盲前後 永遠在第一時間聽浩鼎講話 這個也是哇 快動作 可是慢半拍的地方呢 更多啊 你在面對媒體 問你有沒有持股的時候 你說我個人沒有 可是你沒有主動去揭露 女兒是有的 這件事情被媒體爆料之後 才去補證 才去補充說明 而當太遲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一切都回不去了 對不對院長 對不起 因為這個 政治上是有問題 所以院長 您真的又傻又天真 我希望您剛剛所承諾的 未來不會再替女兒做任何股票的買賣 說到做到 我想也禁不起再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現在大家是用顯微鏡在觀察您所有的財產 不管子女 不管二等金 不管所有跟你的相關利益的關係人 都是用非常嚴苛的標 的標準在看待 在檢視喔 來下一頁 我跟委員解釋一個事情 我們在美國這麼久 那個成年子女的財產 我們是不能夠講出來的 是 你不需要主動揭露 我們的公職財產申報也是啊 我們 這個 這個 院長很抱歉 我想個案部分我打住喔 我現在要就制度上 現行的中研院的利益迴避 碰上院長是會轉彎的 包括你們的內部規範 科技移轉利益衝突迴避條例 第三條跟第六條規範 二等金裡頭 其實在副表裡頭是露了子女 你們也說這個應該補證嗎 第二個 因 第二個遺漏是 因迴避的取得利益的判斷標準 是失準的 您一再說 你女兒取得股票的時候是2012年 跟2014代計轉的這個過程 是沒有直接相關的 但是這樣的一個判斷標準 社會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應該去改正 主席 對不起 我是時間到了嗎 我們今天沒有加二 好 那第三個 我最後提點您喔 我們的中研院有一個研管會 您知道 就是依據我們的中央研究院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及成果歸屬運用辦法 裡頭的第三條成立研管會 任命人事權是在您 但是這樣一個研管會 就是在監督執行所有利益迴避 應當揭露的事項 您由院長來指定這些人士 會不會就有求援兼裁判的疑慮 所以院長我提點出來的 相關的法規應該檢討 比較科技部在104年105年之後 所頒布的科技部的研發成果 審理會的設置要點 以及科技部的研發成果權益處理要點 設這些都設立於我們剛剛說的 修正於我們剛剛說的中研院的內規之後 相對嚴謹許多 您是不是就承諾 比較科技部這樣子的標準設置我們要在這個事件之後 採取更嚴格的標準來全面檢討我們的利益衝突迴避 可以嗎 研考會是副院長成立的 對 但是你有任命的權利 交集人是副院長 但是任命這些委員是院長 這就是一個制度上很大的偏差 不應當繼續求援兼裁判 好不好這個部分一定要改 很抱歉時間有限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委員 跟委員會報告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說明了 今天的尋答時間為10分鐘 練習委員為8分鐘 因為今天要來質詢的委員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們沒有延長 跟大家再一次報告 非常抱歉 好 接下來請 再見